8日,珠海航展开幕,有着中国胖妞之称的运20现身珠海航展,与观众近距离接触。 近日,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副参目长龙一飞,讲述了他与运20的故事。 第一次走进运20,龙一飞内心无比震撼。 以前,空军运输机只能运送比较少量物资,现在我们一架飞机就能拉上以前数架才能装下的物资人员。 2020年,新冠疫情爆发,武汉急缺医疗人员和物资,运20稳定而动,首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紧急空运军队医护人员和物资支援武汉。 作为运20的机场,龙一飞参与了这次行动,看到大家都在喊解放军来了,心里很暖。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,大型运输机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能够让老百姓更安心。 龙一飞说,她曾被外国军人问道,你们中国军人怎么打仗? 她坚定地回答,现代战争让我们怎么打,我们就怎么练。 龙一飞认为,强军梦的实现需要靠平时技战术的训练和备战打仗的理念。 云20飞往异国他乡,看到外国军人偷来更多的是羡慕、佩服,龙一飞内心无比自豪。 我们祖国空军已经排上世界空军的前列,能够坚决捍卫祖国的蓝天。 强军十年,从运期到云20,龙一飞见证了中国空军从装备到技术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中国空军,为你骄傲。 中国空军,为你骄傲。